自从明星都开始玩微博了之后 就出现了一大批高访号 他们起着和明星的微博名几乎不能分辨的名称 混迹在各类大V的评论区中 看看这些 虽然带着偶像的名字 但前后多出奇怪的字符 假的 全是假的 你看看范冰冰本尊 是他的名字 而这个范冰冰是什么鬼 更有意思的是陈学东 还在微博回复了这个山寨范冰冰 东哥 擦亮眼睛吧 还有吴一帆和陈伟婷 也在微博里互动起来了 陈伟婷也被这个叫仙反声的高仿骗了 罗志祥智商感人 还特意转发了高仿的评论说 我也爱你 不过他和孙红磊的互动 以上都是这样 这次却被这个叫孙向磊的骗了 毕时小姐 你就找点心吧 赵丽莹变成了副理由 陈坤和沙印还都回复了 人的本算都得出来解释 我才是真的 明星真是被高仿号耍得团团壮啊 但娱乐圈他也是有一股清流的 那就是等潮 他还经常在微博里自己评论自己 调侃起了高仿 不过这些说简单点是模仿 说严重点 就是冒充的账号还真是被明星怼过 前不久 月云鹏就发了一条微博 怒怼那些片赞的高仿号 只想说 说得好 网友们也早就看不下去了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给高仿号点赞 让他们上热门 不过即使喜欢这位明星 也不能冒充他们来吸引眼球吧